我反黑箱 我也反服貌 我沒有辦法理解一個人說 我只反黑箱 我不反服貌 這是什麼道理 大家好 我是范琪北 我是路易莎莎 歡迎收看匪夷所思 好 今天阿姨想知道呢 是因為路易莎莎 有一天就跑來跟我講說 阿姨 我們來講那個服貌好了 好 我當然就說 現在還有人在講服貌嗎 有 阿姨 都沒在看新聞 服貌全部都已經完蛋很久了嗎 沒有 這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 其實大家都以為完蛋 就是這件事情已經九年了 已經完蛋九年了嘛 對不對 就是他已經沒有消息九年了 OK 那最近會突然重新 又浮出檯面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也知道嘛 總統候選人他們在寫國政白皮書 那這時候就有人爆料說 就是柯振穎 柯文哲這邊的陣營 有把重啟服貌談判這件事 寫到國政白皮書裡面 OK 就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就是我們要不要談服貌啊 服貌可不可以談 那柯文哲的回應就是他說 他反黑箱 但是不反服貌 所以他是贊成服貌的 不能這樣講 這樣跳太快 他只說他反黑箱 但不反服貌 但我們要記得那時候服貌 大家喊的口號是 反黑箱服貌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的黑箱是名詞 柯文哲反的黑箱是名詞 但是反黑箱服貌意思 這個服貌是黑箱的 所以我們要整個反他 這是支持者他們 就是318運動者他們的論述 然後所以包含我們今天請到來賓 賴中強 可是我覺得 柯文哲的立場可以跟318不一樣啊 當然是 為什麼不可以 我覺得可以吧 當然是可以 那趁著這次選舉就出來 跟大家討論一下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要向你提案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有這麼多的討論 所以大家有在討論 就是說服貌要不要再拿出來 不要讓他再卡了 對 因為不只原本只有柯文哲 柯正銀這邊有說 就是要重啟服貌 然後柯正銀還嗆聲說 那不然你停掉ECFA 那所以這些東西全部又浮出來了 那包含其實像是 國民黨陣營的候選人侯友宜 也出來說他覺得 應該要有一個監督討例要通過 那兩岸應該要重新來討論 要不要談服貌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又重新朝上熱度 因為大家也知道 其實我們可能忘記三天前的東西 但服貌是九年前的東西 所以就是這麼多的東西 已經遺忘之後 我覺得有必要來做一集討論 那我們今天阿姨想知道 就請了一位專家來 然後是真的是 應該算是專家吧 重磅 當初我覺得在講服貌 這個議題的時候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他吧 但是我們必須要先強調 他是從頭到尾 就是反服貌立場的一位專家 律師呢 他其實本身專演的 就是商業相關法律 包括公司法啊 證交法啊 這些東西 然後他長期就一直關注 就是中資滲透這件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 他其實在3月318前一天 就317當晚 其實他就是少數一百多人 在立法院前面那一群人的組織 那之後他就成立了 反黑箱服貌民主陣線 然後這個組織到後面 就變成了金明聯 那包括我們以前 常常請到的陳芳宇 他其實也是組織的成員之一 那是不是 這樣是就加分了嗎 沒有啊 就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組織的背景 那並且賴生長律師 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案子 就是他2020年的時候 因為大同的這個經營權案 那他是代表公 他是代表公司派 那跟市場派的 並為一位非常有名的律師 黃國昌律師師打對照 那其實他自己本身 就長期關注這議題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會來討論一下 中資滲透的部分 好 那我覺得在我的理解 我覺得現在 譬如說世界上 如果說因為自從美中 現在從這個合作關係 變成競爭關係之後 基本上很多都是在講說 現在分成美國隊或中國隊 那我的理解是 台灣在過去8年 其實走的路子 是選的是美國隊這條路線 那今天我們如果說 重啟服貌的談判 或是真的是去簽了服貌的話 是不是就代表 我們要選中國隊呢 你的意思是因為 服貌跟EKFA這個架構 就像是一個FTA 對 我們去選擇 站在中國這邊 在台美貿易條例 還沒討論完 我們就先跟中國簽了一個 我就知道 我想要知道 就是說談服貌 這個動作的本身 是不是代表說 是一個信號 說我們要 我們在考慮好了 在考慮 也要參加中國隊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OK 好 這是我第一個想知道的 另外一個是 我知道我們有國安的問題 OK 就中國對我們的威脅 這個事情非常的明顯 OK 不然我們也不會去做行動代號 2027了 我覺得這個的確是 對台灣來講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考慮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另一方面 的確中國離我們這麼近 它又是一個 擺明的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那我們真的都不跟它來往嗎 這有可能嗎 那如果說如果要跟它 有一些經濟往來的話 是不是有一些規範會比較好呢 那這個規範 服貌不就是在做這件事嗎 這是我的問題 我想要問他的問題 OK 那我自己想知道的是 其實大家在這個議題 都聽過蠻多名詞的 比方說服貌 比方說貨貌 比方說ECFA 其實我想要 剛好今天有請到賴律師 就請他稍微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 這個整個的架構到底是什麼 你幫大家也回憶 幫我自己也幫觀眾大家回憶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在討論東西 這東西本質到底是什麼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其實服貌的一部分協議 比方說我們說的早收清單 那我們那時候就聽到說 這個是中國的讓利 給台灣 那台灣確實也得到一些利益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 現在有人在討論嘛 比方說像是柯文哲 柯主席他就直接說 那你有種就把它停掉 那這個停掉 到底有沒有辦法 中共用這個方式來窮台 就是所謂讓台灣很窮 讓經濟發展不好 讓你受不到效果 然後最後一件事情是 就是我們剛剛也提到大同案 所以賴律師在對抗中資 跟反對中資 用商業滲透這個方式 在目前的美中競爭的架構之下 我相信台灣也是一個重災區 那我想從問問看 從他的角度看 從他實務經驗來看 我們的商業滲透 跟我們在金融上的這個危險 中共有沒有在這裡做這件事情 OK 好 那所以就今天 其實討論服貌這個議題 我也想再提醒大家 我的想法一向都是 我們多找不同的角度來談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今天這個服貌 這個討論很有趣的話 我們有可能另外再找別的角度 別的想法的專家們來繼續談這樣子 不過今天先讓我們來看看 基本上是非常反服貌的賴中強 賴律師 他怎麼說 好 中強今天來是想要談談這個 就是其實最近的新聞嘛 就是民眾黨的柯文哲 他就說呢 他自己是反黑鄉不反服貌 OK好 我想知道你對這句話 你的觀感怎麼樣 在我們來看其實是很刺耳 很難接受的一件事情 對我們而言 反黑鄉是當年反服貌的眾多理由之一 當然我必須承認它是重要的理由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說反黑鄉不反服貌 黑鄉是指決策的不民主 決策的不透明 那因為決策不民主不透明 所以它一定有很多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在裡面 有些人因為服貌受害 有些人因為服貌受益 但是受害跟受益是完全不對等等 就是受益是維護了特定的 這個政商集團的利益 反服貌的理由 第一個它衝擊基層的民生產業 民生的服務業 很多的批發零售美容美髮 都可能會面對中國的連鎖廠商的生存的擠壓 第二個理由 我們反對醫療跟照護的商品化 那第三個理由就是 有很多的行業的開放會衝擊我們的民主政治 我們反對中國透過服貌介入台灣的民主政治 比如說第二類電信還有廣告業 這些如果開放中資經營 事實上會讓中國操縱我們的媒體 我們的影視內容的產出 那會介入我們的民主政治 那這些都是我們當初反服貌的理由 我就是反黑箱服貌民主陣線的創辦人 那我反黑箱我也反服貌 我沒有辦法理解一個人說 我只反黑箱我不反服貌 這是什麼道理 我懂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說服貌有這麼多這麼多問題這樣子 黑箱就是這個程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基本上是挑了一個情節最輕微的說 他只反這個部分 或者也許他想表達的說 只要服貌不在黑箱 大家也不用去反服貌 大概因此說要重啟服貌 大概是這個道理 我們先跟大家很快速的解釋一下 ECFA是什麼 服貌是什麼 貨貌是什麼 我覺得要解釋這個之前 要先解釋一件事 WTO是什麼 WTO的基本原則叫做 普遍性最惠國待遇 我打個比方 這個叫做同班同學 平等往來原則 就是在WTO的會員國裡面 如果A國對B國 A送給B一個禮物 A國對B國對做關稅減讓 那C國可以主張說 我也要同樣的禮物 我也要適用這個原則 那這個叫做最惠國待遇原則 那WTO的基本憲法就是 普遍性最惠國待遇 非歧視性原則 那中國是WTO的會員國 台灣是WTO的會員國 這樣就夠了 那什麼是FTA FTA簡單講就是要結婚 你們兩邊90%的產品要零關稅 絕大多數的服務貿易部門要互相開放 如果你們決定你們要結婚 中國送了台灣一個結婚戒指 或台灣送了中國一個結婚的禮物 那第三國 如果你們真的變成FTA 第三國就不可以主張說 我也要享有 那這個就是WTO允許的例外 那WTO為什麼允許這個例外 因為這個例外必須是很明確的例外 就是你兩邊高度整合成一個經濟體 那問題是你要嗎 我們要的只要是正常往來 有經貿的基本秩序的規範 那但是今天許多政客 中國推銷的卻是經濟一體化 卻是FTA 跟中國做朋友 那個往來就好 如果真的要跟中國一體化 你要跟中國結婚 三思 好 我覺得那你意思就是說 除了服貿貨貿 這是絕萬萬不能談 我想要從你的觀點來講 那我們跟中國可以談什麼呢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在談 除了像這個貨貿最後沒有簽成 那服貿放在立法院還沒有生效 除了這個以外很多協議其實都生效了 那比如說兩邊有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 然後兩邊也有農產品檢驗協議 我看不只是談不談的問題 而是這些協議有沒有被中國認真遵守 因為如果真的照農產品檢驗協議的話 它不可以動輒否認我們這邊的檢驗的證明 然後就是動輒說 我們的農產品哪裡不符合它的規則 然後要禁止台灣的農產品進口 所以兩邊當然兩邊還是會談 也是有談 那但是兩邊現在的問題 反而我覺得主要的責任在中國兩件事 第一個已經簽了協議 它以政治上的原因不遵守 第二個它為兩邊後續的談判 強加政治上的條件 中國最喜歡講 你只要承認九二共識 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什麼都可以談 但是這樣對嗎 那EPFA其實在過去的十年裡面 我們其實有部分 它就是早數清單的部分 其實是有在執行的 OK好 這個部分對我們台灣到底有造成什麼好處 有好處有壞處 那一般講法的好處都會說 台灣列在早數清單裡面的台灣的產品 輸往中國可以零關稅或比較低的關稅 那互相都有減免 那目前看起來就統計數字而言 台灣減免的關稅比較多 中國輸往台灣的貨 減免的關稅比較少 那所以很多人會下一個結論 就是這個早數清單 對台灣的益處是 大於對中國的益處 那表面上會有這樣的結論 但是我是這樣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要看你的替代選擇是什麼 不是前不久 那幾年前中國禁台灣的鳳梨 那日本首相安倍當時就呼籲日本人 可以考慮多買台灣的鳳梨 結果現在很多台灣的鳳梨銷往日本 結果收入更高 銷售的量更大 所以如果台灣這些產品不銷往中國 那你開始拓展其他國家的市場 結果會不會更好呢 那說不定會 對而且我覺得就是沒有你剛剛講的那些風險嘛 對不對 就是說我覺得本來就是危機就是轉機啦 對 好可是我現在另外一個問題是 其實我在看數字上來講的話 它是說台灣省下66億美元的稅收 我老實說我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數字沒有很大 我的疑問就是說 那我們砍掉AGFA我們真的就會很窮嗎 他們講說砍掉AGFA真的可以窮台嗎 我想不至於 不至於 不過我要講一點就是說 中國不會把AGFA停掉 這個有一個判斷的問題 它的總戰略就是 它不排除對台使用武力 但是如果能不打 它希望用和談的方式 就能夠吃下台灣吞併台灣 那如何讓你願意跟中國和談 讓台灣喪失經濟的自主性 讓所有的台灣人 必須因為跟中國做生意而無斗米折腰 是讓台灣喪失政治自主性的前提 這是中國的總戰略 在這個中國的總戰略下 它永遠希望台灣跟中國做越多的生意越好 你越依賴中國越好 在這個中國的總戰略下 中國不會主動把AGFA停掉 就算是會 那個也是一時的 就好像他進台灣的世家 然後要台東縣長去跟他行禮如儀 做做統戰功課 然後再用這個理由說 你們既然支持九二共識 支持一個中國 我就開放台東的世家進口 是一樣的道理 中國會玩的是這個遊戲 中國不會真正的禁止兩邊之間的貿易 這跟他的總戰略是衝突的 好 我們現在講這是中國方面的想法 可是我想要知道當初我們要擋掉這個服帽的時候 就很多那個大佬都在講說 這樣下去我們會很嚴重啊 說我們沒有簽下免關稅協定 就會失去競爭力啊 還有說什麼提高對大陸經營據點的控制力 那我們如果因為沒有簽 那現在十年下來了嗎 我覺得你覺得我們是不是真的失去了很多很多商機 沒有 我想最好的對比是韓國 這一波的不管是疫情或者是美中貿易戰 那或者整個中國經濟的惡化 我們看到的是韓國很慘 韓國因為簽了中韓FTA 因為市場高度集中在中國 結果韓國的產業 很多的產業很多大企業受傷都非常重 相對的台灣沒有服帽沒有貨貨 反而度過了中國這個經濟瘟疫 那這其實是 應該是當年黨下服帽貨貨救了台灣一把 我現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2014年那個時候我覺得中國的經濟那時候看起來大好嘛 賺很多錢的時候 那我覺得那時候在談這個東西 我還覺得比較有道理 因為現在過了十年其實狀況改變很大 尤其是在美中他們現在要 要所謂脫鉤也好 要脫鉤也好 我覺得狀況沒有像以前那麼好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談服帽 或是貿貿或是談ECFA 你覺得 實際上來講你覺得是個對的時機嗎 以前我就覺得不對了 那如果說以前是這個必大於利 那現在那個以前說的利幾乎都不見了 我們看到的是習近平上來了以後 整個中國經商環境的惡化 那更何況美中貿易戰 那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是封鎖 技術封鎖技術管制的狀況 那台灣是在美國的信任圈中 美國希望建立美國荷蘭 日本韓國台灣的這個晶片聯盟 那但是如果你今天重啟服貿貨貿 兩邊在高科技領域 有非常密切的投資關係的話 那台灣不僅不再繼續是美國的信任圈 那甚至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 也會波及到台灣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要簽這個服貿或貿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中國對美國對這個選擇 就是說你要參加中國對還是美國對 沒有錯 你就是所以如果說我們 我們之前八年應該是說就是 往美國對的這個方向發展嘛 那現在如果說要簽這個服貿或貿 等於就是說就開個門 我們可能又要去選中國對 沒有錯沒有錯 就是因為服貿貿貿貿就是FTA FTA的定義就是兩個經濟體高度整合 變成經濟一體化 這不是誰有嘴滑舌 就可以改變的事情 我懂你意思 所以說其實這個本質要看得很清楚啦 就是說簽了這個東西就表示說 你現在要跟哪個經濟體整合嘛 我覺得這些我都理解 可是我必須要講 我常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也要說 美國跟中國現在競爭的這麼厲害 但他們跟中國也還是有高度的經濟關係的 那在台灣的情況 即使我們現在在美國對好了 美國都還在跟中國做生意啊 那我們要怎麼跟中國做生意呢 我相信是很多台灣人的憂慮 就是說再怎麼樣 你也不可能完全不跟中國做經貿往來 我們還是很多台商在中國 但是我再重複一遍 就是這不代表要跟中國簽服貿貿貿 這不代表你要跟他成為自由貿易區 我只講柯文哲根本誤會了 318運動主張要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本意 這個本意就是因為沒有遊戲規則 所以張慶忠審服貿可以亂搞 所以審服貿之前要先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遊戲規則 民主的遊戲規則 那有了民主的遊戲規則是 就是就會得出服貿協議生效這個結論嗎 不會吧 你應該先用遊戲規則 因為包括民間版就是監督條例 民進黨版很多版本都一樣 都要求說你簽協議之前要先做效益跟衝擊影響評估嘛 那你服貿協議當初沒有做嘛 沒有做怎麼辦補作嘛 補作的結果如果是必大於利 那可以重啟服貿嗎 當然不是啊 一定是你要行政院長去把服貿協議撤回啊 可是中強如果倒過來是利大於弊的時候呢 那你是不是咬咬牙就說好吧 利大於弊 接下來問題 那就接下來是逐條審啊 逐條審你說 你就每一條一條來看嘛 哪一個行業要開放 哪一個行業不該開放嘛 這個也是 318運動跟國民黨 跟執政者之間的一個衝突嘛 執政者說兩邊簽的條約 你只有全案同意 全案否決 你不可以修修改改 你如果修修改改 那你要看對人 就是對方可能就不高興了 但是 我們的條約締結法不就是這樣規定的嗎 我的看法覺得 就國家長遠的制度而言 還是應該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但是呢 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五之三的目的是要規範政治談判 就是怕政治人物 太輕易的跟中國做政治談判 出賣了我們的主權 它的原始目的是這樣 所以才會規定嘛 主權國家地位及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之悔跡變更 不得作為談判及協議的項目 這條文是我明白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則 那今天就國家長遠制度 我還是會希望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把非政治性談判 純經濟性事物 一般事物 這些納入完整的規範 但是我們今天問一個問題 你跟今天這個習近平政權之間 有什麼叫做純經濟談判 純事物性談判 非政治性談判嗎 習近平把所有的東西都搞成政治談判 你要跟我談 談福貿 談貨貿 你要先承認一個中國 你要跟我談那個 那個世家能不能賣到中國去 你要承認一個中國 那不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當成政治談判了嗎 在這種情況下 我會認為 如果有人 要去做這種意義的政治談判的話 他還是要適用五之三的高門檻 美國商會給國務院的報告 也說台灣其實是審查嚴格不透明 缺乏政策的一致性 然後對能源政策也有疑慮這樣子 你覺得就是美國商會的這些批評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呢 我沒有看到那個報告了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美國商會每年都會對 就是台美之間的那個各種經貿措施 提出批評建議 這個其實我平常心看待就好 那我們現在講就是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說實在經濟要活絡的話 就是要越開放越好 但是以台灣的情況來講 他又要擔心中國滲透進來 你覺得中資在台灣滲透的情況很嚴重嗎 很嚴重 我們的財經官員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是把吸引外資 當成是最主要的目標 反而對於這個 防範中資滲透 是擺在次要的目標 只要說明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那個 誰來負責 管制中資 投審會 所有的中資 如果要來台灣投資的話 要經過投審會的審查 那投審會 理論上應該在安全上做把關 那但是我們知道啊 投審會的執行秘書 他就兼經濟部那個 就是 他有個招商組織叫做 投資台灣事務所的執行長 等於是你要做管制的人 你賦予他一個KPI 叫做招商 那每年引進多少的外資 是他的KPI 我可以聽得出來 問題蠻大的 這是一個矛盾的制度 前一陣子 檢調機關 在科學園區附近 在全台灣各地 到目前為止 已經取締了超過50家 就是中資假冒港資或外資的民意 在台灣設立紙上公司 然後挖角竊取營業秘密 好 那這個現象是非常嚴重 抗中保台啦 我們常常在講 可是你覺得我們做的 是不是應該再積極一點 沒有錯 就是防衛台灣的民族體制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不夠的地方 中國就是他的基本邏輯 你跟中國人做生意的地方 那中國都可能拿來脅迫你 中國國台辦的官員講得很清楚 絕對不允許任何人一方面賺人民幣 一方面回台灣搞台獨 大家不要以為所謂的搞台獨 是加入台獨聯盟 他那個你主張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就說你是搞台獨 你去中國賣食品的 賣海鮮的 那他會去 他說你好像跟綠營有關係 然後就 不是要去檢查海霸王的食品 那個新不新鮮 海霸王賣的東西 食品是不是合格 然後海霸王就發一個聲明 我支持九二公司 賣海鮮也要支持九二公司 所以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需要更多的民主防衛機制 我舉個例子 那先前不久 今明年曾經做了一個調查報告 就是中國用這個融媒體 這個概念找了台灣很多的小眾媒體 到中國各省 每年都會辦一個主題 然後每年招待台灣的媒體去採訪那個主題 然後透過這個關係去講 有利於中國政治宣傳的故事 那這之間的資金的往來 我們如何避免中國資訊戰的滲透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要求 所以我們現在這方面什麼規定都沒有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規定 就是你如果跟中國做政治合作 你要申請許可 好那你沒有申請許可的話 好你會罰錢 好但是問題說什麼叫做政治合作 這個就很模糊了 OK好今天這個我不知道大家聽了 會不會覺得有點難 如果覺得有點難的話 也請跟我們反映這樣子 我今天最重要的有幾個take away 我先講好了 第一個是我覺得 就是美國對中國對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照中強的脈絡的話 我可以聽得出來 如果我們簽了服帽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思考是不是要回去中國對 因為你說今天是對 就是跟中國要不要高度整合嗎 那基本上就是等於跟以前走的路子是不大一樣 對這個也是你的理解吧 對這是一個政策轉向 我覺得這個東西在國際都在講說 至少講去風險化的時候 我們選擇跟中國綁在一起 這件事情我是有點疑慮 對好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有點 我其實這一點我有很大的疑問 就在講到就是說我們跟中國 因為都是WTO的會員國 所以我們跟中國的經濟活動 其實靠WTO來規範就可以了好 然後反正呢而且也不會影響到太多 中國跟我們的這個經濟活動 因為反正中國有需要就會來找我們 所以其實是不需要簽更高端的這個FTA 就像這種東西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那這個同樣理論 反正他有需要就會找你 那為什麼只有針對中國是這樣 這個理論應該 apply to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其他國家應該也是這樣啊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跟 比如說東協國家去簽FTA好了 反正人家對啊 反正人家有需要就會找你嘛 那我們為什麼要那麼積極要去簽FTA呢 我們為什麼要那麼積極想去參加國際組織呢 我覺得這個我有很大的疑問 對我來講我覺得 這是這很奇怪啊 我覺得如果說就是如果是只是用工需 來做來做這個標準的話 那我們做這些東西幹什麼 OK所以這是我第二個疑問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呢 投誠會那個事情 我覺得他講得很對哦 因為而且這個部分的確是有改了我的觀念 因為我以前一直都覺得說 我們台灣的經濟有些時候是有個門檻在那裡 就是因為很多外資在考慮要來台灣的時候 會擔心就是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這個不確定性可能會有一些影響他們的意願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今天在跟他談了以後 我就會覺得其實我們真正的問題 並不是門開的不夠大 而是可能門開的很大 門開的更太大了 我們其實沒有太顧慮 就是中資滲透這問題 其實這個部分關注是不夠的 今天我覺得他在講這個部分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非常有說服力 這個部分 那我曾舉約泛傑的講法 就是其實我也在 其實我之所以有設計這些中資的問題 就是我知道 比方說美中 如果中國在美國有千人計劃 有商業間諜這種東西 在台灣不可能沒有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他講的東西 其實我是有一點點 比我想像中還要再嚴重 就是中資其實真的是用各種方式 用洗成港資啊洗成外資的方式 然後就進到台灣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需要大家主要的關注 但我覺得今天我的想法 跟范姐有點不太一樣 是就是講到FTA這件事情 那我是覺得FTA這個熱潮 或是CETPP 就是這些跨區域貿易型組織加入的東西 跟中國單一國家的FTA 我覺得是有差別的 那我覺得這關鍵差別還是在 就是對方對我們有沒有政治意圖 就像是之前齊凱莉講到的 就你的貿易夥伴不能對你有政治意圖 不能用商業作為手段 來對你達成他政治上的第一 我覺得這個是兩者最大的差別 我覺得對關於FTA這個事情 反正我們兩個想法是不一樣啦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想 我覺得我們去找李淳 我覺得我找李淳來打你 希望次長 次長 次長拜託 快來上我節目 我想我找李淳來打你 OK 次長快來打我 可是李淳現在因為去當了外交部次長之後 好像都不能上節目了 所以可能我們要再努力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需要討論的 當然 而且我覺得也我們兩個可能想法也有一些誤區 這樣子 所以說 反正大家 多多來 告訴我們 好了 但如果我再補充一點 你還有還沒講完 對不起 你的體格衛進真多 然後你要講什麼 沒有啦 最後我覺得其實福帽這東西 最後我想要講其實是 大家其實在吵 就是 不管你要不要吵 要不要簽福帽 要不要簽貨貨貨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這個東西確實該出來 就是一定要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也不是只有這一任政府 我們可能還有下任政府 我們就像范姐講的 兩個敵對國家之間 也還是要有東西要談 那我覺得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談出什麼實質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監督條例 遲早它需要 它需要出來 就算你當初這個東西 只是技術性的 想要卡住福帽的版本也好 十年過了嘛 大家可以討論啊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 確實 這個方面我覺得 不管是在野黨也好 或執政黨也好 必須要有一套說詞出來 那不能說我們都 還是沒有任何規則 然後執政黨 可以憑著自己的意思 愛怎麼談 就怎麼談 我覺得這是在法治國家來說 這是不太對的 對而且我覺得這個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我覺得這很重要啊 我是真的覺得 就是說我覺得政治上 政治協商有政治協商的 一套那個規範嘛 那我覺得現在 因為其實兩岸要談到 政治協商還很遠啦 說真的 那但是在經濟活動上 我覺得是要有一個 我覺得大家 就是有一個法律 總是要有一個法律 比沒有法律好吧 OK 那至於這個法律怎麼定 我覺得民意會佔 會佔一個很大的角色 所以大家就是要勇於 表達你的意見啊 OK 你覺得我們跟這個 就兩岸之間的 比如說經濟活動 應該怎麼規範 好啦那今天歡迎大家 來跟我們談談你怎麼想這樣子 那如果喜歡的話應該要 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